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热水袋,作为中国人常见的取暖设备,以往更多是用于内销 没想到今年却被大量欧洲客人喜爱 加上假日旺季被延长,不少进口商都在纷纷追加热水袋的订单 由于欧洲对能源危机的消息更灵通 因此从今年三月份便开始集体下单 订单持续火爆到如今 但他们对热水袋,电热水袋的购买需求喜好也十分明显 其一,从尺寸上来看,更喜欢大尺寸 比如2000毫升这类的热水袋 其二,欧洲人偏爱于进口天然橡胶材质现代热水袋 毕竟他们注重环保 所以对于销中国卖家来说 在listing和营销文案上,若是出口的是传统的 环保的橡胶材质,都要重点强调,以吸引顾客 当然,现代先进的电热水袋在欧洲也受到欢迎 商家可生产智能型产品,增加产品功能,增加销售 但对于大部分的热水袋,电热水袋卖家来说 如今出口最重要的是协助厂家 将温控开关上的英文翻译成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,法语,德语等多国语言 另外,欧洲天气逐渐转冷 欧洲等地客户追加的订单必然还会增加 卖家要提前做好传制的仓位和集装箱预定非常关键 同时也要积极对欧标,或者欧盟需要的柴认证等做进一步了解 1000加外人次阅读,800加万字,1000加多拳论之不洞察 400加及500加小时400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截图 尽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之过阿米跨境